幸福简直来的太突然 当大家还以为张欣宇纠缠在李晨范彬彬 之间的时候 本以为他还没有放下过去的时候 张欣宇突然宣布结婚了 原来他才是那个拿得起放得下的人 他在微博中写道 我是个任性的人 这一路跌跌撞撞的走来 发现人生要学习的地方还有很多 我曾经想过如果我嫁人了 一定不是因为年纪到了 更不是因为彼此条件适合 只有一个原因 嫁给他 嫁给爱情 还同时晒出了求婚照 结婚证和婚纱照 幸福易于言表 相比较别的女性的求婚场面 隆重奢华气派 张欣宇的求婚现场虽然不大 但是非常的温馨浪漫 钻戒也没有别的女性的那么大 那么昂贵 可是却无比的珍贵 真的像他本人说的 自己嫁给了爱情 网友们也是第一时间纷纷送上祝福 半夜突然之间就莫名其妙被撒了一把狗粮 哼 大美人 值得美好的一切 祝幸福 找到了好人家 嫁给帅军官 走上人生巅峰 平时我们听到的张欣宇 总是和两个人的名字分不开 那就是李晨和范冰冰 很少有人知道张欣宇其实已经开始了另一段恋情 只是张欣宇很少对外公布过 这突然间的一把狗粮 还真是让人大呼意外啊 据悉张欣宇男友现在应该是老公了 是神犬骑兵中的帅气教官和范 看来以后得改口叫君嫂了 微博中含血 贾静文 和范 沈梦辰等圈内好友也纷纷送上祝福 最后希望张欣宇能够像自己说的那样 嫁给爱情 一直幸福下去